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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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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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味道还更好了 所以提前吃 这个鸡特别的嫩 一咬到最后就是一种特别爽滑 这个鸡肉鲜的味道 而且主要就是 它的精华在这个皮上面 这个皮是酥脆的 但你吃到嘴里头有那个 有吃那个油吃的那个干 干燥的那个感觉就脆脆的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这个味道 这个鸡翅呢 相对于这个鸡腿的肉呢 这个鸡翅呢 鸡翅更多的有一些那个 有筋的感觉 所以它比较有咬头 它俩的口感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里面呢 会带一些筋在里面 另外我们把鸡翅上面本身的这个 油和皮的香味要多一些 要尝尝这个鸡脚啊 这个鸡脚它烤的时候 我以为它会烤得很干 但是没想到很软 鸡脚特别的糯啊 我以为是这种 还有筋到咬头的鸡脚 非常糯 它是非常默的这个 表层的这个鸡皮呢 真的有一种这个 入口齐花的感觉 这个嘴里头 瞬间的把这个鸡皮 就跟这个鸡脚拨离了 而且呢这个味道 它是有一股 吃到最后有一股反辣的这个感觉 就在吃完之后呢 口腔里还有一股这个肉香 然后混合在这个辣的味道 老血王我们吃够了 老血王里的血一般都是猪血或者是鸭血 今天呢我们尝一尝这个鸡血吧 口感呢就像我们吃奶油蛋糕一样 这个鸡血呢一进了口腔里头呢 瞬间就挂掉了 而且没有任何的一味 味道做的也是辣和麻的结合的特别棒 没有哪一个味道呢特别的特殊 两者呢鲜辣厚麻 而且麻到最后的这个厚劲呢 要比这个辣要长远一些 老板让我们来把这个面要混到这个 血王里面吃 然后我们把这个面要混到这个 裹着它这个 血王的汤沾满了这个汁 太麻辣 特别过瘾这个麻 整个嘴现在都是有一种被麻醉 被陶醉的感觉 我直接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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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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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